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新加坡的Grab控股宣布 投资德国远程驾驶公司Vay Technology 初期金额6000万美元 未来总投资可能高达4.1亿美元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Grab不是坐照车的吗? 怎么跑去投德国的科技公司? 但如果从新加坡未来交通的战略视角来看 这笔投资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 它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扩张 而是一次具有前瞻意义的国家级交通科技布局 Grab的这一步 等于把新加坡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影响力 从本地市场延伸到欧洲前沿技术圈 远程驾驶Telly Driving不同于自动驾驶 它是一种由远程操作员控制车辆的过渡技术 既能避免完全AI上路的风险 又能积累系统与监管经验 那么这笔高达4亿美元的投资 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科技雄心 它又意味着新加坡在全球智能交通版图上 正走向怎样的全新位置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首先从新加坡的国家战略角度看 Grab的这笔投资反映出新加坡正在积极构建 自己的未来出行技术中枢 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在智慧国 Smart Nation框架下 把智能交通系统视为五大重点领域之一 Grab作为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独角兽 它的每一次资本行动其实都带有战略意味 通过投资德国的VTechnology Grab不仅仅是获取一项技术 而是在为新加坡未来的交通 系统提前储备技术与监管经验 远程驾驶技术是介于人工驾驶与 完全自动驾驶之间的中间地带 它既可以减少人力成本 又能在现有法规框架下落地试点 更关键的是 这笔投资让新加坡在欧美的自动驾驶生态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Grab通过V进入欧洲不只是为了市场 更是为了参与制定未来出行的国际标准 可以说这一步让新加坡从应用创新者 变成了规则参与者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这项技术到底会如何真正改变新加坡的城市交通模式 这次合作的核心在于打造混合出行模式 简单说就是未来的新加坡交通 不再是人开车或AI开车的二选一 而是人类驾驶 远程控制与自动化调度共同运行的混合系统 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减少拥堵 还能显著降低等待时间 更重要的是 远程驾驶能解决新加坡长期面临的 人力短缺难题 驾驶岗位可由远程操作员完成 这意味着司机可以不在新加坡境内 但仍能为本地服务 这种模式无疑是革命性的 一旦Grab未来在本地引入V的系统 新加坡将很可能成为亚太首个远程驾驶试点市场 这不仅能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更能强化全球科技企业对新加坡作为 实验型城市的信心 当然这场变革并非只靠技术推动 还需要资本与生态的支撑 从投资角度看 Grab的动作其实反映了新加坡在 全球科技版图中的一个明显趋势 从技术应用国向技术资本国转型 过去新加坡以吸引技术落地著称 比如谷歌特斯拉字节跳动都在此设立区域总部 但如今新加坡开始反向出击 用资本投资全球新兴科技 把技术与产业主动引进来 Grab投资V就是这种双循环策略的典型案例 新加坡不仅要在本地应用科技 还要通过资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的一部分 Grab的资金与V的技术结合 不仅让新加坡有机会掌握远程驾驶核心能力 还能在未来输出标准与监管经验 这一战略方向与新加坡政府提出的 三大科技支柱高度契合 AI数码出行可持续成事 那么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改变 新加坡在全球交通科技中的角色 回到最核心的问题 Grab花4亿美元投一家德国公司 能够带来什么效益 答案是通过V Grab获得了进入远程驾驶领域的门票 通过Grab 新加坡则获得了在全球智能出行舞台上的新定位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 新加坡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同时掌握AI调度 远程驾驶与自动驾驶监管经验的国家之一 更宏观地看 这标志着新加坡的角色正在转变 从智慧交通实验场 走向全球出行科技输出国 当德国的技术 亚洲的市场与新加坡的资本结合 一个全新的智慧出行时代正在成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 你怎么看Grab的这次投资 未来你会愿意选择远程驾驶模式的服务吗 你觉得新加坡是否会因此在 全球交通领域更有发言权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精彩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